接下來就是教大家怎樣去搞瓦 有些叫做書就說是公瓦 剛才大家就學了做一個螺絲柱 那個也是叫搞瓦這個也是叫搞瓦 都很混亂 這個形容上面 兩個不同一個粒一個瓦 雅的意思就是 好我們夾回去那塊弓箭 剛才我都漏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到 剛才錯東西的時候 平面夾那塊弓箭 你應該升高離開虎鉗的面子 是不是 我剛才提漏了大家 大家要留意了 因為你夾到平了你就錯了虎鉗 但是現在我們搞瓦就不是了 跟虎鉗平的夾到去 成平面可以嗎 因為我們不是錯東西 夾得多一點會實正一點的那件件 這個common sense要有 拿一個這個叫做瓦 看一下 它是不是寫著M10的 OK 因為我們工場可能會有其他瓦在這裡 那你不瞎起眼 你選不適合工具呢 你就會做不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可以嗎 M10 好 那我們呢 這個原理跟剛才一樣 剛才我那個螺絲柱 我要拿直去 這個GW 攻下去的時候 我們都是要拿直去的 輕輕扭一點點 跟剛才握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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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啞板 那個原理一樣 開始的時候都是 手指弓都是搭進去那裡 保持平衡的一樣 原則一樣 OK 那個T字一樣 大家 好像T字一樣 好了 那我們去瞎一下它了 看看它值不值 可以借助一些工具 看看它是不是垂直 把角尺過去 去看它 去看它 3D 看看它 是 那 如果你發現到它 傾左傾右 我發現到它傾在後面 那 我 再扭多一點點 是 你會發覺 你不是斜這邊 就斜那邊 那 現在很明顯斜了那邊 一會兒我 知道 這樣 看得到嗎 我馬上搖正 你搖正那一下 你搖正那一下 你要用手 撐住它 你要 我們再看一次 借助虎鉗 那個平衡 這些位置 去看 那把尺 好 這次真是 好 正了 那我們 輕輕給一點油 去 開頭 不用下這麼多 少少 甚至乎 你現在 不下都還可以 搞了兩下 先 下都還未遲 行不行 可以不下 好 好 那 我們 搞了一兩下 好 你都可以看看 這個病名 不要緊 這個 值得的 對了 還有一抹 就是那道力 偏左偏右 你還有一抹 頭過一兩下 入多幾下 神仙的難變 那 我們 你看到 我還是 手 還是這樣貼著 向下壓 下去 開頭那一下 OK 那 跟著呢 成了形 成了形的意思就是 它已經實了 好了 再加多一點油 給它 我們不放心的 弄多兩下先 好了 你可以瞅一下 輕輕 看看底 你會看到 差不多 如果你沒有經驗 多少才夠 你看一看底 你看到差不多 鎖的尖 開始看到它了 那很放心 那我們可以 手可以這樣 記住 頭那 五六下 千萬不要回鎖 一回鎖 它就馬上鬆開了 行不行 對了 公四分一好了 最多 回就回二分一 你要回到它順 行不行 對了 不要這麼貪心 知道鎖會斷的 知道鎖會 是的 斷鎖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對了 你會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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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差不多 搞到大概 只過了一半 的時候 你開始就很順 對了 好像不用用力 那樣 為什麼呢 因為它已經成了形 了 那個鎖 那裡已經 好了 那我們繼續保持著這個 姿勢 很順 你看 搞定了 成形了 看到鎖 看到鎖 那個鎖 平 那個 你不要再轉 再轉 就轉下去了 我們回出來 慢慢回 我們要慢慢回 好像 SIR 這樣 托著它 用手 因為那些鎖 掉在地上 就會不利 就會 轉它出來 用手托著它 好了 好 搞定 哦 鬆了 是鬆了出來 其實這個是 扭緊它的 扭緊它的 扭緊它 對了 如果見到它脫了出來 就自己安裝它 對了 我們有些小布 給大家 因為油軟軟 好了 那 我們可以 如果你有 像SIR的步驟 做了螺絲柱 沒有的 那你就放螺絲柱 下去 扭緊它 如果沒有的 就 等一會再試吧 如果沒有就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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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螺絲柱放進去 因為我把螺絲柱放進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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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螺絲柱放進去 我試到 喂 如果螺絲柱不順 那你呢 兩邊都過一下它 這裏呢 找一支螺絲 再搞一下它 這裏再找一個螺絲柱 再船一下它 那你的螺絲柱就會很順 很漂亮 就會 那 這件工件 我只轉一個洞 我示範 你不要看我示範一個洞 你又轉一個洞 你要做到是這樣的 那件產品 要是這樣的 我們用產品去形容 好嗎 要是這樣的 OK 兩個洞 那 這一 當你 做了那些洞 搞好牙 然後你才 你才做另外一面 為什麼這兩面都這麼漂亮 為什麼會 才好做另外一面 就是那個 底那一面 完全沒有做過那一面 OK 那我們 做完之後 就這樣了 OK 整件事立立令 那麼 水平 夠平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邊 跟它 成90度 成直角 跟面 那個邊 跟邊成直角 記住 這個圓形 這個面 那個邊 跟面 都要直角 就是說 你檢查的時候 你都要做這個動作 行不行 這樣 一直沿著它 看完四條邊 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 搞定了 裝回這個 下去 如果跟正 工作紙 因為 單面 當然要上這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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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張工作紙 那件工件 對 對 有點髒 就這樣做出來 這裡 就是這樣 適合比例的 你吸進工作紙上 不過 剛才說了 我們不是用尺寸的方法去做出 跟尺寸去做 是用那件件對稱去做 所以你吸進去 有一點差異 這張圖 是1比1的 這張圖 OK 那 這個 金工 機械彈幕的示範 到此為止 上課的時候 我們再教大家 OK